不得不说,豪华品牌将仅凑集SUV,也进到国内绝对是明智的选择,好比奥迪Q3,自2013年国产以来, 凭借相对清明的价格,奥迪最便宜的SUV,以及库向Q5的外观,深受消费者的喜爱,销量自然也是长年之高,而这么多年来,奥迪Q3也即将迎来进入国内之后的第一次化带。 日前,海外不仅发布了新一代奥迪Q3的渲染图,还曝光了陆时叠照,一起跟随专属来看看吧。 据外媒消息,新一代奥迪Q3,将会在今年10月的巴黎车展首发,新车将基于NQB平台大造,车身尺寸将得到进一步扩大,而全新Q3将会在明年进行国产,并且会加长轴距成为Q3L一次对抗导马X一场轴距版。 从陆时叠照可以看出,Q3时车在外观上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,基本上和炫甲图没什么差别。 经典的六边形奥迪大嘴不用多说,一辆点还有两个地方,第一个是新一代Q3的前大灯,相比线款变得更加犀利。 并且大灯内的LED灯组,点亮效果非常漂亮。 第二个则是车辆下船和两侧的导流槽,都采用了熏黑的设计,配合犀利的大灯,运动气息瞬间提升。 从侧面来看,全新一代的奥迪Q3L比线款显得修长了许多,在尺寸方面,新车的车长和轴距比线款分别加长52mm和50mm,将分别达到4450mm和2650mm。 而国产之后的Q3L,基于各尺寸还会进行加长,建设车内的乘坐空间,也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,相较于现款圆圆的尾部造型来说。 新一代Q3的尾部造型,变得肌肉感十足,尾灯的造型与前大灯相呼应,凸起的车身线条,将两侧尾灯包围形成一个环形,让整个尾部看起来非常有力量感。 叠照中的内饰瞧不出太多细节方面的端倪,但大体可以看出,新一代Q3取消了悬浮式的中控屏,取而代之的是位置更低的大尺寸显示屏,同时采用三浮式方向盘和液晶仪表盘。 不过这书估计,以奥迪的调性,进入国内的Q3应该并非全系标配液晶仪表盘的部分车型或者需要选装。 动力方面,新一代奥迪Q3将采用1.5T发动机,取代现款的1.4T发动机,并提供最大功率128PS和148PS两种规格可选。 而此前已经正式推出的高性能版本Q3将有望大型奥迪2.5T5刚发动机。 此外,为了迎合新能源汽车趋势,新一代Q3预计,还将会推出卡电火动车。